今天啊 唐大厨给你做一道鲜莲子炒和虾仁 莲子呢 去皮啊 把把它去到外头那个白膜了 那么我们今天选过的和虾仁 我们给和虾仁上浆 少许的盐 料酒 然后我们放入鸡蛋清 少许的生粉 好了 和虾仁啊 我们就已经浆好了 锅内呢 我们倒入开水 放点盐 这个等水开的时候啊 我们兑一个碗汁 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 鸡精 白胡椒粉 料酒 来点水 有一点一够了 少许的水淀粉 锅开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去皮的鲜莲子倒锅 大概煮这么一分钟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下这个浆好的虾仁 你看 这已经开锅一分钟了 我们把这个浆好的虾仁下锅 你看 开锅一分钟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斑豆仁倒进来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锅内啊 放入适量的油啊 然后放少许的姜末 然后葱花 这样就把这虾仁倒进来 然后呢 给它煸炒一下 倒入对好的碗汁 继继续啊 翻炒 撒入啊 泡好的狗气籽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淋少许香油 鲜莲子炒和价值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 当然了 您继续关注 明前唐大厨做的另外一道连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